上海長峰會所舉辦社區志工培訓 以快樂志工從新出發為主軸 讓參與的大家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通過參加活動跟聽到一些實際的一些事情之後 我覺得自己能夠給予我力量 能夠給予我正確的方向 促使自己不斷地去反省的話 我覺得才能夠最終地去回歸自己的這樣一份初心 一次性的東西我是不會去使用的 在課程的安排上 慈禧志工分享自己身體力行落實環保的經歷 有人很有感觸 因為在市區上班我是有帶飯 我都有帶環保的餐具 但是我突然想起來跟我一起吃飯的另外一個同事 他說要帶飯 但是他是用墨色椅 這是筷子 我想好下次要送他一套環保的餐具 我對我兒子說你不要去考慮的朋友打開 你跟從身邊的小愛做起 愛自己 愛家人 但是接觸了此起以後 我今天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要改變 我要把身邊的小愛慢慢地變成大愛 課程結束後的分享 33位社區聚工把感動化為行動 希望讓愛從己身往外擴散出去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 吳靜 直潘科 管永飛 上海報導 各自在神採訪 在底下 明晨時 國相廣的 還有一堆